大家好,上一刻我们已经了解了MySQL的一些实例 好,这一刻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在PHP中如何使用我们的PTO扩展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如何安装我们的PTO PTO扩展为PHP定义了一个访问数据库的轻量的持久的这个接口 实现了PTO接口的每一种数据库驱动都能以正责扩展的形式 把他们各自的特色表现出来 注意,利用PTO扩展本身并不能实现任何数据库函数 我们必须使用一个特定的数据库PTO驱动去反过数据库 PTO提供了数据库抽象层 这就意味着不管我们使用哪种数据库都可以用同样的函数去进行查询 或者数据 并且PTO不提供数据提取 它不会重写搜口语句这些功能 那使用PTO 它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是换数区库的时候非常方便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能提高程序的这个运行效率 因为它有一个处理的这个过程 我们以CenterOS5.4为例 我们看如何安装我们的PTO 在这里因为我本机是Mac 我就不再去这样做实验了 我就直接以平常安装遇到的一些步骤 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要下载的是我们的PTO这个包 它应该是叫做PTO MySQL 后面可能还还有一些版本之类的信息 对吧 类似这样吧 好 我们平常下载的话 一般在我们的这个 PHP列子上面就可以这下载 好 我们新版的PHP 已经默认就带着有PTO这个驱动了 好 当我们下载完之后 我们一般是要解压 对吧 解压完之后呢 我们就进到这个根目 就是刚才下载的这个PTO MySQL 这个SBO解压之后的这个目 而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安装扩展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生成了我们的这个config 到这一步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config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这个PHP的安装位置 因为它在config config的时候 它要带的有一些参数 第一个是 一般是phpconfig 对吧 就是我们自己的目录 我们自己的那个phpconfig 这个命令的目录 然后再次有一个 PTO MySQL 因为我们是要装MySQL的这个驱动 对吧 然后就是我们的 MySQL的这个路径 转往 这样config运行完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会Mac 然后Mac install Mac install完了之后 我们注意到php.rni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extensions 然后看我们的pdo.so 是不是打开了 对吧 到前面如果没打开的话 会有个这个分号 还有就是extensions 它的pdo MySQL 这个扩展是不是打开了 没打开 我们就给它打开 对吧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安装 这个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打开之后 我们基本上再做一个php的服务重启 对吧 或者这个有可能是php.fpm 有可能是直接杀发器服务 是吧 就这样我们就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要确定一下 我们运行php-m 然后group一下我们的这个pdo 看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还有我们的pdo MySQL 对吧 这是一个grouppdo 这是我们的这个grouppdo MySQL 看它是不是已经安装好了 这是命令行 就这样来看 如果是web 我们就直接php-info 对吧 把它打印出来 看看我们的pdo MySQL 是不是安装好了 这样装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来我们看几个实例 第一个我们看一个 插入数据库的这么一个实例 我们看到吗 我把这个背景 这个透明色调低一点 不要搞得这么透明 这张背景色没那么透明 那我们看这里 第二行开始 第二行 我定义了这一个DSN变量 对吧 里面看 表明是MySQL数据库 打host的是多少 db内容是多少 然后第三行 就直接列结我们的这个MySQL了 它介绍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刚刚定义的这个DSN 第二个是用户名 第三个是密码 对吧 然后 第四个 可能第五行 这个就是 其实就定义一个name这个变量 然后第六行 看 我们直接执行了一个社会语句 就往这个student 这个表里面插入了一条数据 name是里一 然后后面还有个随机数 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一到十里面的一个数字 是吧 然后h是28 指向了这条印度的一色子语句 然后紧接着 我们就指向了一条查询语句 查询 第九行 就是拿到这条查询语句的所有数据 打印出来 对吧 那整个这个 运行一下 那他就会往数据库里面插数据 然后把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找出来 是吧 我们这个 注意这个exec 这个执行方法 它会返回一个影响记录的结果 然后其实到这里我们还有有一个要释放 对吧 我们并没有释放 没有释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php的这个执行的这个 方式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在页面结束之后会自动进行资源的回收 所以有时候没有释放 但是建议大家用完之后 最好是主动释放一下 养成这么一个习惯 好 来我们连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找到test库的这个student表 看有什么数据 看已经有数据了 是吧 我创开一下这个表啊 创开的就是清空 然后把这个自动的ID从1开始 那看我现在已经没有数据了 好 我们执行这个 这个demo 好吧 发现我里面查了一条数据 对吧 这个是打印出来的 但是这也是我从数据库里面读出来的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已经查进了一条数据 好 默认我们在连接数据库的时候 这里并没有使用我们的这个长列阶 如果我们在一些项目中需要使用数据库长列阶 我们在这个 New PDO 对象的时候我们指定一个参数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四个参数 我们以这个数据的形式传入进去 然后这个Key 是我们的PDO 里面的一个定义的这个长量 就 persistence 然后我们为处 这样 默认我们就是以数据库长列阶的方式来列解我们数据库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插入的这个实例 我们 接着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查询以及技术之类的这个实例 好吧 我们刚才运行的这个这个脚本之后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对象打印出来这个数据 它的Key 有那个数据所影 也有关联的字段所影 是吧 实际上我们也只需要我们这个字段的这个所影就行了 这个处置的用起来很麻烦 来 我们看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 第二行到第六行是一样的 是吧 使用数据库里面插入一条数据 好看我们第八行 我们设置了一个属性 然后第十行我们设置了一个Fetch Model Fetch Model按照我们的这个MySQL 扩展或是MySQLi扩展这个 使用的这个经验来看 这个强量 它是表明我们在获取的时候 我们只要拿这个字段的这个所影 就是字段关键的这个所影 好我们看我们这个设置HPU的 设置这个属性 它主要属性有这两个 对吧 是一个Cas一个CasUp 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用这个关联所影的时候 表明我们的这个所影是大写还是小写 像这个Up 那说明是强制列名为大写 有时候还有这个Log 还有Natural 好我们使用这个SetFetch Model 它设置或是结果极得返回值的类型 同样也有一个是以关联的形式 一个是以那个数字所影的形式 还有就是两者都有的形式 默认的就是以对象的形式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用这个关联的所影 也就是我们的字段 对吧 来我们执行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看它是不是六网数据空间插入一条数据 然后查找出来的 它会不会包含有我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所影 看我们访问的结果都是以这个字段为所影 并且这个字段都是大写的 而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实际这个字段是小写的 是吧 来如果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指定这个大写 我们指定一个小写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到访问的字段都是小写了 当然我运行一次 它就会往这个数据库里面插入一条数据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设置这个查询关联的这个属性的这个demo 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是另外一种获取数据的方式了 对吧 我们看我们在第二个实例的里面 第十一行我们是获取所有的这个数据用fetch 然后我们看这个实例里面 首先我们是预处理了这个数据用具 不是一个新fetch student的 然后设置了我们设以关联的这个所谓的方式返回 然后紧接着第七行我们就执行这个数据用具 然后第八行这个y循环里面我们就一条条获取 来 我们运行 看 这时候我们第八行这个y里面打出来的 对吧 所以获取数据其实有跟那个myshooki这个扩展一样的 是吧 我们也可以一次获取所有的数据 也可以一条一条获取 我们查询数据的时候还有个更重要的 这个常用的这个方一个案例吧 一个场景 来我们经常是不是要这样使用 里面有几条数据对吧 如果我们获取我们想要获取这样的这个结构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pto这个扩展里面 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象 它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跟我们使用 来我们看第四个实例 首先第二二行和第三行都是连接我们的这个myshook数据库 然后第五行你看select count from students 这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么一个socle语句 对吧 这个表里面有多少条数据 然后第六行我们看face column 它的这个face column 它一般是用来进行counts统计 或者是某些只需要单个字段的记录 它针对这样的使用情况 它是一个很好的操作 来我们运行 看 它直接返回了这个counts型对应的这个数字 是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face column 我们也可以用刚刚第三个实例这样的一条一条数据获取这种方式 是吧 但是建议我们使用它 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这个获取单个字段的这个记录 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个方法 所以用它的话更方便一些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了